在细止有三座天桥 其中新台五路连新路口的天桥转眼间夜已经封闭了一年 终于开始要进行拆除的作业 24号的上午 议员廖先祥就到现场了解 而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十点 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 要拆中间桥的主体 所以新台五路新新新路口将全线封闭 也请民众要配合改道 新台五路连新路口的这座天桥拆不拆 系纸区公所从去年四月封闭看反应 在评估后也决定要拆 转眼间封闭满一年 现在终于在拆除中 这一代车子多行人也多 但是因为走天桥太麻烦 再加上许多老人家根本没办法走楼梯上上下下 所以天桥根本没人想走 再加上也有治安上的隐忧 所以封闭之后发现影响不大 普遍认为拆了也好 前年有一个流浪汉也死在上面 也是成了一个治安的死角 而且使用的民众觉得说 没有电梯啊 所以他们有时候拿重物采购 什么都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们都直接从斑马线通过了 所以现象在上任了以后 就积极的协调了各单位 确认我们拆除的程序跟流程 那先前因为原本的耗制在我们天桥上面 所以我们马上就请我们的交通局 把我们重新立一个耗制杆 等到耗制杆立完了之后 那我们才请我们的养工处来把天桥拆除 那原则上我们会在一个礼拜内把这座天桥拆除完毕 之前因为卡载全责问题迟迟没有拆 在经过协调后 并且将原本附瓜在桥上的交通耗制另外立杆后 拆除作业在这个星期展开 在对交通冲击减到最低的情况下 平时先拆内装 那周一到周五因为我们交通量比较大 所以就是会先针对内装的部分先来拆除 主要的拆除功能会在星期五的夜间 大概十点过后 跟礼拜六的晚上十点过后 我们才会礼拜五是拆我们的楼梯 礼拜五会把楼梯拆掉 我们会封一个车道 礼拜六的晚上大概十点过后 我们整个星台五路这个路口就会全面的封闭 星台五路与连新街口的这座天桥 一个星期时间执行拆除 预计4月27号星期六晚上十点 到隔天早上六点 配合天桥主体拆除将全线封闭 请驾驶人配合改道走大同路 天桥完全拆除 这里的景观也将整个打开 这程惠林细子采访报报道